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就在我们本转栏上篇文章发表的当天 中共驻港大外宣凤凰网也刊登了 政监会员主席议会满履新一个不补及岗位一文 这算是从中共内部的角度证明了 议会满事实上确实是遭到了贬官处理 在中共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系统里 无论是人大常委会的委员还是政协委员 都有一小部分是所谓专职 从十二届全国政协开始 部分专门委员会开始正式设立 助会部主任 不则专门委员会日常业务 助会就是专职的意思 而设立助会部主任之前 各专门委员会部主任 或是退居二线的高官 或者另有其他主职 都不参与政协专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据称 设置助会部主任的初衷 是为了保持专委会工作的连续性 但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 全国政协下属的各专门委员会 有的是从未安排过助会副主任 有的则是有时设有时不设 可以说是非常的随性 就以议会满日前刚刚履新的这一职位为例 六年多前的新华社曾奉命发布的 十三届全国政协各专门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名单中 一个叫侯建民的是经济委员会的助会副主任 在官方为他公布的简历中 特别说明他的这一职务是副部长级 出生于1963年的侯建民 1984年从吉林农业大学的经济管理系毕业之后 极幸运的被直接分配进京 从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政策研究处科员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主任科员职位开始 历任了国办秘书二局副处长处长副局长 然后就是政厅级的全国政协办公厅调研室副主任 相当于政厅局级 2011年10月 他又被下放长春挂职锻炼 而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 被安排到地方的一个政府副职岗位上挂职锻炼 往往都是被提职加薪的前奏 不幸的是 不满50岁时及荣生副部长级的侯建国 于2020年4月初被全国政协官网宣布因病离世 从那以后 全国政协的经济委员会就再无助会副主任 去年3月13日发布的 14届全国政协各专门委员会主任不主任名单中 农业和农村委员会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港澳台桥委员会 外事委员会 以及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等都有助会副主任 但天安委员会 经济委员会 以及教科体位委员会等都没有 如此说来 全国政协的各专门委员会是否安排一个助会副主任 完全不是必须的 而是随机的 就如我们本转来上篇文章中提到的 最新一轮全国政协人事变动内容之一是 随清不再担任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助会副主任 但同时并未任命随清这一职务的继任人 而这个叫随清呢 其实早在今年4月中 其已经被宣布为辽宁省委常委和省委统战部部长了 网上查不到这个随清准确的出生年月 但从1985年至1989年在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学习的年龄段看 他应该是1967或1968年生人 子女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国家民委任职 2022年被提升为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助会副主任时 上属年不立强 所以说全国政协下属的专门委员会的助会副主任职务 有时也会被中组部当成提拔并待机进一步重用一个 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厅局级干部的跳板 除此以外 这一职位也会被全国政协用作对单位内部劳苦功高的 私局级干部的政治犒赏 这又以日前刚刚和马小伟一会满 一同被增补为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曹军最为典型 此人同时被任命为教科体位委员会助会副主任 而这个马小伟刚刚进入的教科体位委员会 此前并未设立过助会副主任 这个曹军此前已经担任过全国政协港澳台桥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正厅级数年 而港澳台桥委员会已经有了助会副主任 于是为了犒赏曹军 便在教科体位委员会为他开设了一个助会副主任的位置 除了如上功能 就如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分析过的一样 全国政协下属各专门委员会的助会副主任 也还被中组部当成安排上属年富力强 但已经不适合继续留在一线领导岗位上的正省部级干部的闲拆 除了从证监会主席位置上下台的议会满 以及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介绍过的前宁夏自治区政府主席 还有一个现任港澳台桥委员会助会副主任王伟也特别值得一提 目前的14届全国政协委员里叫王伟的不止一人 其中之一是空军副司令员 去年3月被安排为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同时 也还被安排为经济委员会委员 显然已经为他的退役做了准备 另外一个则是2022年8月24日被增补为第13届全国政协委员 同时被任命为港澳台桥委员会助会副主任 在去年召开的14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 被安排连任的前中纪委副书记王伟 王伟是中国人大的职业学生干部出身 当年陈希同被江泽民拉下马 时任中纪委书记魏健行奉命兼任北京市委书记 主持查办陈希同及相关人员案件期间 本是被陈希同亲自点名提拔为北京市西城区副局长的王伟 是被中纪委的魏健行等人第一批审查过关的 北京市的工作结束 魏健行回到了中南海继续他的中纪委专职工作后 王伟被魏健行点名调进中纪委 先任中纪委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局长 2003年6月王伟被提升为中纪委部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局长 两年后改任中纪委和中组部的巡视工作办公室主任 2007年12月开始任中纪委常委 监察部部长和新闻发言人 2012年11月王岐山接掌中纪委的同时 王伟当选18届中纪委委员常委部书记 但是半年之后就被王岐山踢出了中纪委 不得不到国务院三峡工程委员会的办公室当一名副主任 好在同时也被宣布保留了政部长级待遇 在三峡办公室副主任位置上干了整整五年 王伟又被安排调进了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仍然是政部长级待遇的副主任 然后就从2022年8月开始了 他在全国政协的职业生涯 如此说来 全国政协下属各专门委员会的 助会副主任这一可有可无的职位 已经被先后安排了三个 不适合继续留在一线岗位上的政省部级干部 至于他们被安排到政协担任一个 标配为副部级的岗位上 是否还被保留政省部级待遇 官方相关通报中从未给予特别说明 不过呢 在宣布当届中央委员议会满履行为全国政协下属的一个 专门委员会的助会副主任的同时 也宣布把一个全国政协的厅局级干部安排为另外一个专门委员会的助会副主任 虽然不是故意要借此对照羞辱议会满 但客观上绝对是起到了对议会满事实上是被贬值的说明作用 说起来 这个议会满已经是中国证监会的第九任主席 前面的历任主席中 截止第六任郭树清 均是在此岗位上平安着陆或者正常转任他职 但第七任肖刚和第八任刘世瑜 则都是和如今的议会满一样下场可悲 先说肖刚 此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央行老行长李培俭的秘书出身 1995年年终级高就了央行计划资金司的司长 是当时整个央行系统内最年轻的政局级干部 次年就又升任了央行的行长助理 1998年10月 才满40岁的肖刚就升任了央行副行长 此后的肖刚从2003年3月开始执掌中国银行 并在此不省不及职务上先于2007年入选17届中央候补委员 又于2012年被安排为18届中央委员 真可谓前途无量 肖刚在被安排为18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次年3月 即离开了他掌管整整10年的中国银行系统 高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当委书记 但担任此职务尚不满3年就黯然下台 记得肖刚下台的前一年 中共驻港大外宣文汇报特别为他发表一篇批谣文章 珠海警方否认肖刚儿子肖浩杰被捕 说是网上有一些有关肖浩杰的传言 称其原委广发证券股东北京朝元私募总经理 涉嫌内幕操作非法机制伙同外资做空A股被查 8日中午在珠海和17名同伙被捕 其中包括在任高盛的外籍人员 其余6名同党经澳门出逃 肖浩杰被捕后 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明确承认了500亿的赃款 对此本报记者昨日向珠海警方进行确认 有关方面负责人表示 这些都是网上传言 我们正在寻找和核实该网上传言的传播者 有关业内人士称 因A股持续暴跌 一些投资者为对其发泄不满 故意捏造事实 达到毁坏其名誉的目的 这段报道的最后一部分使用了两个旗字 具体所指应该不是肖刚的儿子 而是担任证监会主席职务的肖刚 此谣言满天飞之后 中共官方先是被迫先后公开处理了 包括时任证监会副主席姚刚等一批肖刚部下 但却未能押住当年股灾引发的沸腾民怨 墙内部分媒体于2016年初公开刊登报道文章 股民将证监会和肖刚告上法庭 不作为 乱作为 此消息刊登没几天 证监会急于1月8日发布消息称 路透社发布的我会肖刚主席请辞的消息 与事实不符 我会已与路透社联系 要求其更正 但是一个月后 新华社便正式对外同时发布了 中央和国务院的任免令 留适于接替肖刚 在这个时段里的肖刚 曾被内部如何处置 外界一直不得而知 但至少被问责过是肯定的 不然他肖刚也不会从此销声拟迹长达两年之久 才又以13届全国政协委员身份 现身于2018年3月的两会会场上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肖刚最多是受到过党纪方面的清处分 依据是肖刚在已经没有了任何职务的前提下 其当届中央委员的身份还是被保留到了四届党代会的召开 而自然结束 而肖刚中国证监会主席的继任刘士宇则是唯一一个未能保住中央委员身份者 出生于1961年11月的刘士宇是从中国农行一把手的位置上升任了证监会主席接替肖刚的 2017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上他在中国证监会主席位置上被安排为中央委员 但是十九大开国一年多后即被宣布改任中华全国公交合作总社的党组副书记和理事会主任 当时的舆论自然相信这是事出有因 果不其然在新港位上度过了四个月左右 刘士宇即被宣布涉嫌伪纪违法 但是当时的中纪委和国家监委网站仍称他为同志 因为他是主动投案且积极配合调查 半年多后这个刘士宇即被宣布接受了留党查看两年和政务撤职的党纪政绩处分 同时被宣布行政降级为一级调研员括号正处级 十九大代表的资格也被自然终止 如今的刘士宇已经年满63岁 但是却仍然还能够以央行参事时参事的职务到处亮相 而议会满在新岗位上就算仍然能够享受政省不及待遇 这是被逐出了他一生为之服务的金融系统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了 所有出任全国政协下属的专门委员会的主任也好 副主任也好 其组织和行政编制都是继续保留在原单位或者其目前的组织单位 只有助会副主任和为数很少的全国政协的专职委员 就如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职委员一样 其组织人事关系都是要脱离原单位编入全国政协的人事配额中的 也就是说如今的萧刚是继续在证监会接受老干部局的不务和管理 刘士宇党组织关系早已经恢复 和人事关系一同回到了他曾经担任副行长的央行系统 只有议会满议人是被逐出了金融系统 被迫到全国政协领工资去了 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今天的异化中南海节目就播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